前面我们讲到关于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 前有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 后有1945年8月正式签署的中苏同盟条约做保障 按理说呢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了 也就是说呀苏联不要为这个再提什么其他的要求了 你已经得到落实了吗 可是问题还是出在这里 虽然有条约做保障 苏联仍然不放心 而且在东北问题上真正出来了缺口 这个缺口还不小 甚至可以讲后来引发了中国的内战 那么这个缺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同盟条约 苏联在中国的东北 攫取了港口铁路大连的行政权 这一系列的特殊待遇 外蒙古也在苏联的要求下独立 只不过给国民政府一点面子 加上了一个公投 那这样看来呢 国民党在这个条约当中是很大的一个输家 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拒绝在今后再向苏联做让步 更何况我们前面说过了 苏联对日本作战 战利品问题又让中国损失了一大笔钱 你这些都已经做完了 你要中国人民对你有什么好印象呢 那怎么能够接受你再提出的什么中苏经贸合作呢 苏联方面不这样想 他觉得我拿走这些是理所当然的 不光是这个 还要把雅尔塔协定细化 因为雅尔塔协定是美苏两家 划分势力范围啊 美国已经承诺了 中国东北地区就是你苏联的势力范围 我不进去 那美国不进去 苏联想了 那我也得把大门关起来 除了我之外 其他的国家不能再进入东北 东北就得变成我的后花园 那么抱着这样的想法 苏联在中国的这个派遣军的总司令 马里诺夫斯纪元帅 那么一次一次的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这个要求 说要跟你谈 到底能不能这个在东北保障我的特殊权益 国民党政府对此啊 非常的抵触 本身因为条约的问题已经损失太大了 那么之后呢 战利品的问题双方纠结着 而且苏联从日本投降开始 一直默许中共 派出大量人员进入东北 那么国民党方面非常的不高兴 中苏经贸谈判 实际上处于一种瘫痪状态 那好了 这样一来 苏联的担心就越来越坐实了 苏联认为 如果让国民党自由的返回东北 那么下边很可能造成 这个下一步 苏联的势力被挤出东北 因为国民党跟美国非常友好嘛 那很有可能 美国势力随着国民党军队一并返回 这样一来 苏联就要耍小心眼了 在撤军问题上 先是咱们前面说的 九拖不撤 那么后边又出现来了一个突然撤军 那么在这几方面做的事情 都是要在东北留下一点特殊的权益 没有特殊权益不成 最终全部军队都撤走了 按理说 苏联跟中国的这段关系 因为抗战 最后苏军出离东北的关系 应该结束了 还是没完 苏联在密切关注着 中国局势的变化 也不希望国民党占领整个东北 所以我们说实在的 国民党在这个日本投降以后 接收中国国土 唯独在东北 接收的最为失败 那么虽然说国民党早早的派人到了长春 因为长春是当时韦满洲国的首都 当时叫新京 占领这个地方是有特殊含义的 那么意味着全东北已经归我管理了 可是 国军最后没过松花江 哈尔滨 有接受 这个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这些部队 可是啊 都被消灭了 苏军刚一撤走 把什么城防图弹药库都交给了共产党 共产党迅速拿下哈尔滨 同样像齐齐哈尔 加姆斯 牡丹江 这些今天我们看起来是黑龙江省的地区 那么也是在苏军撤兵以后 迅速的被共产党军队占领 那么当时东北分为九省 这些地方叫什么河江省啊 嫩江省啊 这个滨江省啊 等等等等 那么共产党占领 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得到机会 越过松花江 这样看来呢 国民党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吃亏了 紧跟着在后来的收复东北地区上 苏联又不予配合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国民党方面非常的恼火 苏联由于没得到中苏经贸合作 他所设想的那些好处也是非常恼火的 总而言之 苏联开始认为 国民党占领东北将是对他利益的非常大的危害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意义上讲 东北问题就成了中苏关系 当时一个最大的缺口 因为我们看到啊 其他几个问题 外蒙古和新疆问题 在当时基本上可以说得到缓解 那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东北按理说经过条约已经解决了 可是现在来看事实上没解决 当然苏联人的策略是很高明的 不要马上介入中国的内战 更不能直接了当的支持共产党 以免呢落下不遵守条约的口识 更何况1946年的东北 还看不出来共产党的力量有多强大 那么苏联换了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呢 在我们解放军军史专家 萧统的著作里面 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事实 萧统专门写过 第一野战军的征战纪实 第二野战军等等 东北这是第四野战军 在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 这本书当中萧统提过这样一个观点 当时啊 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态度是反复变化的 一度刁难 不让你进入城市 甚至到了沈阳 不让下火车 一会儿呢 又提出来说 只要你不占领城市去农村 我们不管 甚至默认给你几个火药库 那么等到国民党呢 对苏联做了一些让步以后 反过来又压共产党 你给我离我远远的 不能发展你的力量 当然了 第一苏联不是想 真想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开战 第二呢 苏联当时也没有这个能力 苏联派到中国的军队数量也不多 保住一些大城市 忙着拆卸战利品 哪有时间管其他的事 那么这里边到后来 逐步逐步的撤军了 苏联呢暗中协助共产党 占领了像四平 长春 哈尔滨 以及像齐吉哈尔 牡丹江 加姆斯 这些沈阳以北的 北满地区的城市 那接下来 我们看 苏联在国民党占领四平以后 又对共产党态度表示冷淡 其实我们看当时规律是这样 苏联怎么对待中共的军队 其实就看你的战场上怎么样 1946年四平之战 中共的军队曾经遭受了比较大的失败 苏联马上态度就变得冷淡了 可是有一个重要的细节 我们不能忽视 在萧统的著作当中也提到 始终协助中国共产党的 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是当时的金日成 包括由于占领战争的原因 那么南满和北满之间的交通中断了 北满如果想派人员到南满根据地的话 中间是没有路可走的 必须要绕到朝鲜 那么弄到的一些物资 也需要经过朝鲜转运 苏联在物资方面最初曾经刁难过中共 后来越来越愿意协助中共了 愿意给你一些帮助 朝鲜方面从头到尾一直支持中共 这其实我们也能理解 后来为什么朝鲜战争时期 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那样支持金日成 也是有过去的感情在里边 解放战争期间得到了朝鲜的很多援助 还有苏联控制下的这个地方 我们叫旅顺大连 日本当年把这里叫关东州 苏联控制的这个地方 一方面允许中共人员进入发展军火 甚至中共军队在南满打了败仗 可以直接退到这里边来 由于这是苏联地盘 国民党不敢追 那么这些事实 记录在第四野战军征战纪时当中 那么作者呢 原本是想说苏联呢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援助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看就这些援助也不少了 毕竟碍于跟国民党签订的中苏条约 苏联不能太明着支持共产党 可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事 那么我们看到苏联做了这些事 其实是中国内战的一个很重要的来自外部的原因 因为我们讲中国内战看上去是国共之争 背后却是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划分势力范围之争 按说东北是给了苏联的 可是由于苏联的所作所为 导致了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交恶 因此有意的抵制苏联势力 而苏联呢 希望能够保住自己的势力 因此向中共提供援助 用这种方式来破坏国民党 接收整个东北 可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那么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绝不是像国民党政府那样的软弱 在1949年以后 毛泽东主席亲自出访苏联 那么在1950年 双方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对于铁路港口权益 做了明确的规定 限期归还中国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吕顺和大连正式回归中国 那么也就是把当年 苏联所要的 沙皇俄国时代就有的权益 那么归还中国 那么这体现了我们党是真正爱国的 而从斯大林到后来的赫鲁晓夫 这一系列的苏联人的设计 看来是真的落空了 但是我们如果退回到当年那个年代 苏联的介入和干预 还真的是当时中国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 到这里 我们把围绕着苏联出兵东北 带来的中苏之间 关于东北问题的相应的一些纠葛 已经向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那么前边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一直没有把它怎样重点的展开 那么就是提到这个新疆问题 新疆问题同样是中苏关系当中 一个重要的问题 并且呢 有一定的独立性 下一部分我们就要谈一谈 抗战时期 中苏两国围绕新疆问题的一些斗争 好 这部分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